大家好 歡迎收看數個超能力 今天為你帶來精彩視頻 黃景瑜與迪迪熱巴節目現場示愛 公開接吻 毫無避嫌 被曝假戲真作現已同居 黃景瑜節目現場示愛 被指對象為迪迪熱巴二人約會細節曝光 引言 比利熱巴和黃景瑜之間的戀情謠言一直都是有的 之前被拍到兩人同框隨即登上熱搜 但對此雙方都沒有任何的回應 甚至連闢謠都沒有 正常來說 藝人若是面對戀情造謠 基本上都會進行否認 但越來越多的證據都在證明了兩位的戀情瓜實屬 近日綜藝節目做家務的男人播出最新一期 在節目中包括藝人嘉賓在內討論起 總被女朋友問你愛不愛我該如何回答 黃景瑜很快就回答稱 我可能也天天問他 每天追著問 會讓兩個人更開心 李斯丹尼見證 但直言問黃景瑜 會這樣問你的女朋友嗎 黃景瑜毫不猶豫地回答 會 其他幾位嘉賓目瞪口呆隨即引發網友熱議 不少網友表示 黃景瑜這是在節目現場公然示愛嗎 而後這條視頻被知名狗仔張曉涵轉發並稱 要素太多他倆戀愛這麼甜啊 還正告粉絲嘴巴別太硬給自己留台階 省得哪天官宣了沒台階下太難看 還回覆網友關於石槌問題 表示 之前拍的人家闢謠了嗎 似乎更加坐實了迪迪熱巴和黃景瑜的戀情 而在7月18號就有網友扒出迪迪熱巴和黃景瑜的約會 稱黃景瑜在杭州路綜藝 迪迪熱巴臨時改航班飛到杭州 南方在6號路綜藝直到9號兩位才有新行程 所以大概率在杭州玩了3天 在7月10號迪迪熱巴更新微博發布了一條酒公格照片 從圖中看確實是在杭州遊玩的 下面的粉絲也表示讓迪迪熱巴玩得開心點 可見粉絲是知道的 網友還爆料有幾個路人在杭州某酒店偶遇到了迪熱巴 還稱當時女方和一位高個子男生在一起 但還被粉絲罵到山伯 另外還透露新劇《安樂傳》男主演進組 但作為女主的迪迪熱巴 卻在上海遲遲不進組 是因為黃景瑜臨時飛到上海被指示相聚約會 黃景瑜和迪迪熱巴兩家粉絲的關係可以說是非常僵硬 兩位之前有過合作 因為翻位問題 雙方粉絲撕得非常厲害 後面又爆出兩位的戀情瓜 粉絲紛紛要求自家藝人工作室出面闢謠 但工作室卻不聞不問 這也讓不少網友紛紛肯定了兩位真的有戀情 粉絲這才極力撇清與對方的關係 藝人若是談戀愛 想要巴出來其實也是很簡單的 像迪迪熱巴和黃景瑜都是當紅明星 尤其是女方更是頂流小花 一舉一動都被人所關注 行程之類的更不用說粉絲很是清楚 所以若是有什麼異常 粉絲應該會是最先感受到的 兩位雖說沒有承認 可眾多路人網友都默認了這段戀情 這次被扒出約會細節 種種巧合已然說明了問題 另外黃景瑜在節目中對於談戀愛的細節描述的非常清楚 感覺就像正在發聲一樣 其他藝人嘉賓的表情也像吃到大瓜一樣 平時沒有多少話的黃景瑜在這個問題上卻滔滔不絕 網友深移也是能理解 說實話 黃景瑜和迪迪熱巴在外形上看上去 還真的是十分般配的一對 在近日播出的綜藝節目做家務的男人的最新一期中 現場的嘉賓和藝人共同討論 總被女朋友問你愛不愛我該如何回答這個問題的時候 黃景瑜很快就回答稱 我可能每天也問他每天追著問 會讓兩個人更開心 你斯丹尼健壯立刻乘慎追擊接著問 會這樣問你的女朋友嗎? 黃景瑜毫不猶豫的回答會 聽到黃景瑜這樣的回答後 現場的幾位嘉賓都目瞪口呆 黃景瑜這樣直白的回答也引起了網友們的熱議 難道黃景瑜只是在節目現場向他心儀的女孩施愛嗎?他喜歡的女孩究竟是誰? 這一串一串的問題著實牽動起了網友們的心 然而令人沒有想到的是 在這個視頻播出後不久 知名狗仔張小涵就轉發了這條視頻 並且發文稱 要素太多 他倆談戀愛這麼甜啊 同時還回复了網友關於石垂的問題表示 之前拍的人家屁謠了嘛 原來有關黃景瑜和迪力熱巴熱戀的謠言一直都有 之前也多次拍到了兩人同框 但是關於這件事 兩人一直以來都沒有任何表態 既不承認也不辟謠 正常情況來說 藝人如果遇到對自己不利和不真實的謠言 一般來說都會在第一時間發聲澄清 然而黃景瑜和迪力熱巴都沒有這樣做 種種跡象表明 黃景瑜有可能是真的戀愛了 而她的這個戀愛對象很有可能就是迪力熱巴 正在吃瓜群眾還摸不著頭腦的時候 有網友扒出了黃景瑜和迪力熱巴的約會 這名網友稱黃景瑜在杭州錄製綜藝 迪力熱巴居然臨時改航班也飛到了杭州 兩個人大概在杭州一起玩了三天左右 在迪力熱巴的微博上也能看到在7月10號 迪力熱巴更新的 那條微博的配圖照片正是在杭州拍的 可見這名網友也是所言不虛 網友還爆料稱新劇安樂傳男主演進組 但是作為女主演的迪力熱巴 好長一段時間了 可是兩個人的這種不承認也不否認的態度 真的令廣大吃瓜群眾更加的好奇 尤其是黃景瑜在這檔綜藝節目中的表現 更是讓網友們對她有女友這件事深信不疑 再加上頻頻有人爆出黃景瑜和迪力熱巴約會的消息 她倆的戀情就更加讓人深信不疑了 按理說黃景瑜和迪力熱巴兩個人都是單身的狀態 兩個人男未婚女未嫁 就算真的是戀人的關係 就算是光明正大的官宣出來 也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畢竟兩個人的年齡也都到了談婚論嫁的時候了 想想之前的馮少峰和趙麗一官宣就直接結婚了 這讓廣大吃瓜群眾真的是錯不及防 不知道迪力熱巴和黃景瑜是不是也是想要效仿他們倆來個突然襲擊呢 然而迪力熱巴和黃景瑜兩人的這種不承認也不否認的態度 始終不能實錘兩人的戀情 看來吃瓜群眾們還得繼續帶著這個問號討論下去了 好了 今天的視頻就分享到這裡了 更多精彩資訊 盡在數個超能力 敬請關注哦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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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TORONTO